扑 方西面无表情地伸手 抓住自己背后的吐刺 猛地拔出 他混圆进大城 相当于炼体二重修士 普通炼气中期的修士施展法术 都未必打得死他 更何况区区 一个炼气初期 对方的吐刺在突破他的皮肉之后 就被经过真净强化的骨骼死死卡住 未能寸进 饶命啊 矮个子修士直接跪地 大声求饶 要杀你的是白巧楼齐迎松 我们哥俩只是奉命行事 你们怎么追踪到我的 方西表情声朗 矮个子修士连忙回答 是迎松 他在你的茶杯上抹了三日香 这味香料几乎无色无味 唯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嗅到 能保持三日不散 原来如此 方西汗手 忽然身形如垫般窜上前 一掌安在矮个子修士的头顶 扑 对方顿时倒下 脑将崩裂而亡 手掌散开 几根黑色的骨针滚落下地 一次性法器 透骨钉 方西饶有兴趣地收了起来 对于这种敌人与毒蛇 他从来就没有仁慈地打算 稍微对矮个子修士搜身 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方西之后 又将高个子修士腰间灰扑扑的储物袋取走 又仔细摸尸一遍 旋即 再将失去主人法力灌注 已经变得光滑内敛 落在地上的鬼头刀收起 弹出两点火星 将两具尸体焚烧成灰烬 迅速离开了现场 该死的白巧楼 几十块零食就对我动手 一边走 方西还在一边付匪 好在没有练起后期的高手 否则我就危险了 几十块零食 果然也就只能引动那种货色 他此时觉得自己等到武功提升之后 再进行两届贸易的决定 当真无比明智 并且 之前的我太冒进了 还不够狗 这一次 必须好好狗住 没有回鹏户区 方西直接来到自己的灵竹林中 身影一闪 便消失不见 不论躲在青竹山何地 都有被找到的可能 唯有在意世界 才是绝对安全的 哎 这妖魔术长得更加高大了 某间废弃民宅 方西抬头 望着高耸入云 垂落根根枝条 末尾还连着怪物的妖魔术 又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这边情况危急 妖魔术随时有可能进阶 他也不会着急 售卖大量太碎肉 招惹来寄予 修仙之路 不满荆棘呀 好在 这一次是我赢了 到了这里之后 方西才有闲功夫 静下心来检查战利品 首先便是下品法器 鬼头刀 此刀通体乌黑 长三尺 宽半尺 刀把处以阴残丝缠绕 末端 还有一颗造型 猙獰恐怖的 青面獠牙鬼头 不错不错 法器内禁止完整 差点就将青和剑 一刀两断 售价起码 能有十块零食 方西早就觉得 青和剑用起来 十分不称手 这是慈禀法器 早已残破的缘故 现在总算找到替代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三枚一次性法器 透骨钉 这种法器只能使用一次 十分阴毒 但一次性攻击的威力 甚至有可能达到 下品法器的上限 威力十分可观 可惜 体修最不怕这种鬼魅伎俩 因为生存能力最强 所以容错率最高 方西满脸喜色 丝毫没有之前 嫌弃下等体修的姿态 紧接着 他将一个灰扑扑的 小锦囊取了出来 应该是储物袋 那矮个子修饰身上 一点财物丹药都没有 肯定都是放在 高个子的储物袋里了 这两个结修修为不高 法器不精 连剑防御的都没有 否则也不会被我轻易拿下 可见也是 结修中的底层 方西虽然没有用过储物袋 但好歹见过猪袍 此时 双手持着储物袋 运转长春 绝制双手 让一丝丝法力 透入储物袋中 去消磨原本主人的烙印 但令方西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法力 着实太过低微 竟然耗费了整整五个时辰 才勉强抹掉 储物袋中原主人的 法力烙印 轰隆 当感受到储物袋中 原本的法力印记 已经被冲散之时 方西毫不犹豫 在其之上打下自己的 法力烙印 而借助储物袋 他的零食似乎离开身躯 感应到了另外一片空间 那是大概长宽高 只有三尺三左右的 一个灰色空间 在空间内部 还有许许多多的小玩意 包括一小堆金银玉器 十三块下品零食 以及一些瓶瓶罐罐等杂物 不愧是储物袋 方西坡有些 爱不释手地 把玩了一下储物袋 我刚刚准备搬迁 就送来这好东西 这兄弟两个真奶 送保童子啊 实际上 如果不算那张破镜符 方西远比这两兄弟更穷 天杀的白巧楼 连我这样的穷鬼都抢 这笔账迟早有一日 要跟你们算清楚 虽然根据供词 这两个窘迫截修未必是 齐六受益那个齐盈松干的 毕竟按照方西对那位掌柜的了解 做事相当滴水不漏 不太可能派出这样的货色 但方西还是直接将杖 寄在了白巧楼头上 至于那个盈松 日后若是见到 必然要他好看 只不过 我现在的实力还无法撼动 那等庞然大物啊 先苟着发育一波再说 方西准备先在大梁躲躲风头 正好 可以尝试带人离开黑石城 毕竟 五管那些人跟他也算沾亲带故 真要看着困全部死在此处 倒是略有些愚情不忍 当然 当通道打开之后 方西肯定第一个出去 然后就看剩下那些人的造化了 要是妖魔术魔域太强 通道只能通过几人 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命该如此 白云五管驻地 公子上次又出去了 也不知何时回来 百合站在门边 警惕地盯着门外 这段十日以来 伴随着方西实力 地位的水掌船高 五管众人对他也越来越客气 让小姑娘着实有些受宠若惊 但百合清楚知晓 到底是谁让他有如今的地位 在方西面前很守本分 之前 方西又借骨外出 他无法阻止 只能眼巴巴 每天在门口等着 下一刻 在街道尽头 似乎走来一人 公子 百合惊喜的话语 还没有说出口 表情忽然微变 从街道口走出的是一个摇摇晃晃的人 肩膀处还有树木的老根 盘旋而出 似乎他整个人都变成了藤蔓根须的乐土 有怪物 百合接力的声音 立即传遍整个武馆 准备火把 营底 是牧人 快去请馆主 整个城门区一片大乱 不止一个武馆遭受袭击 损失惨重无比 之前一直游异在内城区的诸多怪物 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县制与缰绳 开始疯狂向外城 甚至城门区进军 给老夫死 牧苍龙一棍横扫 将一头骤人打下墙壁 看着四周被攻破的几处武馆 面色阴沉如水 魔仆的活动范围又扩大了 这么下去 不出三日 外城区也将尽数沦陷 方兮也不知何时回来 就在他思考之时 两头牧人竟然直接越过火墙 向着牧苍龙扑来 在飞扑之时 无数根须赫然 从他们身上冒出 形成甲咒 哈哈 来吧 牧苍龙双手变得一片乌黑 凛然不惧地迎上 三两招之后 他就被打飞 嘴角溢出鲜血 牧人的实力远超咒人 纵然连无管主都应对艰难 一不小心还容易中毒 爹 牧飘渺挥舞火把 守护在牧苍龙面前 眼中满是绝望 啊 百合哪怕被保护得很好 到了连牧苍龙都落入生死危机之时 自然没人顾得上他 他倒在地上 望着一头缓缓靠近的咒人 注视着那爬满皱纹的脸庞 心中不由满是绝望 公子 百合不能再服侍您了 扑 你说什么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正在闭目带死的百合 豁然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方兮 方兮右手随意一个手刀 咒人的头颅便高高飞起 等会再来收拾你 抛下一句话之后 方兮便冲向那两头牧人 这些牧人虽然十分强悍 但比起真静武师 还是略逊几仇的 被他以混圆进一掌一个 打得四分五裂 大师兄 你终于回来了 唐玄脸上满是喜色 方兮看着四周 哪里有空缺就去帮忙 一直等到半个时辰之后 那些怪物才再次退去 白云武馆的人纷纷脱离 倒在地上 丝毫迈向都不顾忌地喘息着 活下来了 我们活下来了 唐玄看到方兮正手持火把 点燃两个牧人 不由好奇 大师兄 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 一点小实验而已 方兮目不转睛 发现那些根须被燃烧之后 焦黑的尸体当中 又有两枚种子浮现 一头牧人 对应一枚种子吗 他将种子收好 准备日后再好好研究一下 哎 方兮 这次要不是你 咱们五管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 木苍龙被木飘渺搀扶着过来 脸上满是后怕之意 怪物活动范围扩张 这里不能呆了 方兮望着周围所有人 声音沉重 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出发 离开这里